这个事情我们开个箱 PS5独占游戏 蜘蛛侠2 还送了一张任天堂的贴纸 本来我是不打算买这个游戏的 后来直播的时候 被两位粉丝给安利了 反向安利了 我这是港版的 花了480块钱 格子大 10月26号晚上22点付的款 480块钱 游戏一人98G以上的容量 支持震动和扳机效果 这款游戏的年龄分级是15架 游戏情节暴力 盘面右上角这个位置 有点空白 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 你们说这个盘 是原封的还是后封的呢 很久没有开箱游戏盘了 从哪开我都忘了 这个下面有一个 PlayStation的 好像是一拉贴的东西 我开始没想买这个游戏 后来怎么又买了呢 主要是PS5游戏盘 买的不亏 因为就算你玩不进去 玩一个月 到处再把它卖了 顶多也就赔100块钱 100块钱体验一款 目前最新的游戏 而且是PS5独占游戏 还是挺值得的 健康注意事项 盒的里面就是这样的 没有划痕 这是盘面 好 下面我们把盘放到PS5里面 在这个位置 拖拉机的声音 空间不够了 这声音太吵了 请你放一次 第二次就没有这声音了 可能是没放好 要不就是我这个PS5很久都没有读过盘了 这个使命召唤冷战 占了302G 我只要把它删了就可以 这个声音很正常 上面那82个G是本体 下面这37个G是升级文件 现在是一边从光盘逐取数据 在安装文件 另外一方面再从网上下载最新的更新包 双管提下 即便如此 还得需要70多分钟 这是PSN商店关于蜘蛛侠2的 右侧是这款游戏在不同媒体的评分 评分确实是很高的 虽然前两座我都玩不进去 但是有很多人说 这一座和前两座不同 所以说我想试一下 回头等我玩一段时间 争取通关 再和各位分享具体的实际感受 你们认为我会玩多久 能通关吗 欢迎写到朋友去 感谢观看